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松 很高兴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又在这个视频节目里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北京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没有雾霾 然后太阳特别的温暖 当然的心情很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一个雅思口语的话题 叫describe famous person 就是这个一般出现在雅思考试的part 2 就是描述一个你知道的名人 今天我们选择来聊一个 聊一个香港的一个名人 因为之前我讲过很多大陆的名人 有这个小伙伴在微博留言说 能不能讲一下这个香港台湾的一个名人 或者给些素材 然后呢我今天就想讲一个香港的明星 就是怎么讲就是比较有正义的一个人物吧 就是陈冠希 相信各位就是朋友都知道陈冠希 演过很多电影 比如说出道的时候演无间道 然后之前还出过很多唱片 唱过很多广东歌 当然在这个就是那个照片事件之后呢 就就推出娱乐圈 然后专心去经营自己的这个潮 就是这个潮牌生意对吧 就是说流行服饰的生意 当然也经营得非常好 坦白讲我个人不是陈冠希的这个粉丝 但是我觉得陈冠希 Edison在这个照片的照片们的这个事件当中呢 并没有什么错 我觉得很多人骂他 但是我坦白讲不太理解 因为我觉得顶多是他的生活方式 可能不符合大众的标准吧 但是为什么他个人的生活方式要符合大众的标准呢 他想做他自己不是挺好吗 再说了不管是他那些亲密照片 不管是约会也好 还是夜情也好 还是谈恋爱也好 都是男女双方两个人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 怎么讲出现的结果吧 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利益 他自己并没有主动去传播这些照片 而是因为修电脑的时候 有人非法可能恢复了他的这个 这个就是备份吧 然后才把照片传播出去的 他自己并没有错呀 是那些就是修电脑的人 那些传播照片的 就是把他照片恢复的那些人的一些错吧 所以他本人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了 就是很正常一个年轻人吧 就是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 双方有一些亲密的行为 这都很正常呀 对吧 所以顶多是不符合大众的标准吧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道德上的错误 可能无非就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而已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Edison OK好 首先如果我们来说Edison的话 那我首先想说的就是说 嗯 他是一个名人对吧 他不光是一个演员 他是一个rever 就是那个说唱歌手 然后还是一个这个唱片的制作人 还是一个fashion designer 还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设计师 还是一个pop icon 还是一个流行偶像 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描述他 所以说首先我们来说OK 我把这个字体翻一下 OK 嗯 比如说可以说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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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希的英文名 然后呢我要介绍一下 He is a film actor 然后刚才讲rapper就是讲 他是一个说唱歌手 如果你想说的话 还可以说他是一个canton pop singer 就是说他是一个唱广东 广东流行音乐的一个歌手 canton 这个没有这个词吗 难道好canton pop 连在一起的都可以 singer 然后呢 比如说还可以说 还介绍一下他其实身份挺多的 还有record producer 就是他一个唱片制作人 然后呢 还有说他是fashion designer 然后呢 还有当然他是一个流行偶像pop icon 好 这个就基本上介绍到他怎么讲就是众多的这个身份吧 然后呢 我还讲讲一下他同样也是一个潮牌的clot 对吧 他是一个那个创始人 比如说addison addison is also the founder of clot 就是这个听的人可能不知道clot是干嘛的吧 所以你可以解写 which is is a clothing company 然后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服饰公司 然后describe describe sorry describe as 就是一个什么生活方式的公司 对吧 可以这么讲 然后lifestyle company 然后呢 and 就是这个公司呢 就是致力于把什么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这个牌子 就是呃 如果不了解的话 可以上网去看一个那个关于那个addison 的一个这个片没有介绍对吧 然后他说就是把这个美国的一些街头的流行文化带到亚洲 特别是大陆和香港 就可以说and bring bring street fashion就是这个街头的流行 ah to the asia regions and especially especially to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好呃 这个介绍完他的这个基本情况之后呢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他可能还有就是说比如他演艺事业对吧 他是从这个2002年演这个呃无限道出名的演这个就是配角就是刘德华的这个年轻的时候把刘德华年轻的时候 好呃是刘德华年轻的时候还是梁朝伟我记不太清楚了 ok 应该是刘德华对 然后呢这个嗯就是讲一下比如说as um you probably you probably probably know that um um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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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rouse to fame 就是村民的吧um in 2002 for he's uh coaster co star 就是配角或者演出in the movie 就是这个无限道的这个呃因为the internal affairs 就是内部事物就是讲那个香港警察对吧in terno affairs 好讲完这个子呢还要介绍一下比如说whichem is a legend他是香港电影界的一个传奇对吧legend in the Hong Kong and film industry 好然后呢呃这边这个电影后来还到好莱坞吧然后就是变成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对吧改变了一个这个从无限道改变成另外一个电影叫什么departed 好像是这样子吧然后呢可以还可以讲一下然后呢比如说可以说and then later然后呢稍后呢remade就是改变了一下对吧remade as 嗯 okay ide the the departed 而且 然后in hollywood 好讲完之后呢嗯就介绍完了这个还底营生首先他的身份然后他的这个演艺生涯然后呢还可以讲一下他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是他是加拿大出身的对吧然后他他会有很多种语言也知道会讲中文然后会讲广东话然后会讲广东话然后会讲广东话然后会讲究竟 is it 他会唱广东歌唱中文歌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我印象中他应该会一点日语就是说他在日本就是我之前看过那个剧录片 他在日本有工作的时候呃会和日本的那些呃时尚人士还有设计师交流对吧 他会有好几种语言可以再讲他这个就是说another em correct second me we can't 就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什么 characteristic um correct realistic is thatum his his native language native languageum as English 然后呢还说butum he can speakum and不只是说对吧还有这个唱声音 in cantonese就是这个广东话粤语 and in mandarin manarin就是把普通话的意思 mandarin and is conversational in japanese which嗯就让他可以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就是很顺畅的 这工作的吧which allows himum to be to be a part of multiple就是各种各样的多种的 multiple and entertainment就是娱乐行业 in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好around the world 好介绍完这个之后呢呃基本上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便还主要的这个这个怎么样特征吧还有主要的工作啊 那些内容都讲完了 这话可以讲一下其实我觉得如果嗯如果他不因为这个照片门的事件推出娱乐圈的话呢我觉得他应该呃会有更好的发展就是说在在电影方面对吧会有更好的这个这个这个演出 所以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我觉得嗯比如说in my opinion um if addison if addison and chan um did not quote 就他没有推出娱乐圈的话 quote um the showbiz showbiz就是娱乐圈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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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after 这个 照片门的事件对吧 叫intimate photographs intimate 就亲密 intimate uh photographs photographs scandal 就是一个叫叫肥文的类似于这种嗯 小文吧我不太喜欢这个词ok 就肥文吧 scandal um of him of the internet ok 然后呢我可以说i believe um i believe um he would be um continue 就是说继续会在大萤幕上出现然后拍各种样大片对吧 因为坦白讲呃 就是在这个时代或者之前那么几年的话香港香港电影里面确实不是特别特别好 然后跟以前比较差很多然后可能男演员方面也没有特别突出突出的一个一个一个 他其实算一个但是后来因为一些风波就推出了吗所以就没有演了其实坦白讲算一个还不错的演员所以说continued um to pop up 这个pop up就代表冲就是怎么样出现或者说呃这个叫就是出现吧就是pop up on the on the big screen就是大屏幕大萤幕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啊应在各种各样大片里面应呃呃呃 wide variety of of of什么的大片可以用blockbuster对吧blockbuster这个大片 好 嗯 嗯 这个话题呢讲到这边呢就已经讲完了就是说 呃 把Edison Chan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些主要主要的一些世界啊然后特别的描述出来了就算这个算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好的答案吧或者说 嗯 素素材对于这个怎么去回答这个describe famous person用到这个话题 然后呢嗯最后欢迎老规矩我们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欢迎各位转发我们的这个视频嗯最后还要想说一下就是说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们一直会不断的更新这个关于雅思口语还有作文的还有其他一些英语学习方面的内容 嗯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是林松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你